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马来西亚的恐怖片 庞迪亚娜的复制红 影片一开场了 在一个去季的深夜 突然想起了一个女人的惨叫 把村子里所有的孩子全都吓尿 转过天 铁锤和吃瓜姐结婚了 婚礼现场锣鼓劝天鞭炮其名 热闹都不行了 铁锤的好朋友炮灰哥 也从外地赶过来 参加了自己哥们的婚礼 并且还急性演唱了那首 快职人口的歌曲 《老婆改嫁了》 哥几个正聊着的时候 炮灰哥突然看到了浓妆艳抹的女鬼 把这哥们当时就吓尿了 从婚礼现场出来之后 炮灰哥带着刚认识的龙套妹往回走 两人正在车上打情骂俏 吓唬闹的时候 女鬼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马路中间 炮灰哥一个急刹车 当时就把龙套妹磕不圈了 这哥们觉得不对劲就想撒自撩 可车又搭不着了 紧接着女鬼就出现了 然后炮灰哥就两位喝饭了 洞房花竹夜 铁锤和吃瓜姐撸胳膊外袖子 正打算决一死战的时候 铁锤的儿子突然出现 原来这个铁锤是和二婚 之前的老婆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扔下他儿子就人间正发了 儿子小正在说我刚才见鬼了 铁锤说什么牛鬼事 全是混友人的 你之所以这么迷信的 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 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想上 这样才不会上坏人的当 第二天的一走 吃瓜姐走到家门口一看的 吓得是花枝乱颤 原来炮灰哥不仅领了盒饭 老老少少全都瞎咬 要说巫师张半仙是真有点下的 稍微一发工就发现 这件事跟铁锤架有关系 张半仙说黑暗马上就要降临 咱这个村子了 都赶快回家吃点好的吧 这张半仙可真是个戏性啊 表情给的是相当到位 把乡亲们都吓坏了 这个时候村长王的白出现了 毕竟是领导 说出的话是相当有水平 王的白说什么鬼样事的 全是人物件迷信 现在出过来看的 凶手肯定是一流算饭 老爷们们最近不要再出去 招冒斗个回网友了 老娘们们也都关好窗锁好门 别再出去回家庭的 张半仙说村长啊 这事不是人干的 村长说没错 是人干不住这种事 要说这张半仙是真敬业 大晚上不睡觉还跟那下车呢 哎呀 看来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趁着亲爹和后妈正忙活的时候 在女鬼的召唤下 小正在一个人走出家门 就在这个时候 张半仙突然仰天长笑 把村子里所有的狗都吓脅了 由于村子里出事的时间 跟吃瓜姐嫁过来的时间刚好五分 于是大家都认为 是吃瓜姐把不干净的东西紧过来 吃瓜姐说 最新我这几步根不停的窜凉气 我觉得不对劲 咱这早晚得出事 铁锤说咱都是知识分子 不要信那些怪力乱神的玩意 到了后半夜 女鬼终于开始行动了 她首先拿铁锤的弟弟拴住开刀 被女鬼上了身的拴住 上去就掐住了自己老婆的脖子 怀有身孕的老婆 由于惊吓过度 当时就流产 被吓破了胆的吃瓜姐 提着包就打算回娘家 但是被铁锤给拦住了 吃瓜姐说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孩子的亲妈到底上哪去了 你是不是干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铁锤正跟吃瓜姐掰扯的时候 突然看到拴住 站在外面正看着她 兄弟俩来到八小林 拴住突然就被女鬼上了身 从两人的对话可以听出 这个女鬼叫春花 跟铁锤似乎有不明不白的关系 铁锤急忙跑回家问儿子 原来这个春花 一直跟小正太有联系 此时的铁锤意识到 自己很有可能就要大火临头了 为了保命 她急忙找张半仙求助 张半仙说 我早就猜到毛病在你身上 那个女鬼到底是谁啊 随着铁锤的讲述 电影闪回到了九年前 那个时候的铁锤 就是一花傲公子 整天年花惹草不缺好 铁锤和春花 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 两人是一见钟情欲罢无能 狼有情没有意 这二位很快就没能灭 春花以身相许之后 就打算跟铁锤议婚了 可铁锤根本就没想过这事 加上春花又是新加坡人 这就注定了 他们俩不会有一个好结果 不久之后 伤透了心的春花 贴着包回国了 而铁锤则继续过着 花天酒地的生活 本来好和好散 这事就翻篇了 可没过几个月 春花贴着包又回来了 原因是她怀了铁锤的孩子 铁锤一看 这怎么办啊 经过深思熟虑 铁锤决定带着春花 去把孩子给打掉 参与此次事件呢 不仅有铁锤的弟弟传主 还有那个倒霉催的炮灰哥 当吃瓜的春花 得知铁锤要带着她 去打胎的时候 当时就急了 跳铁车仨子就撩了 铁锤等人 撅着定在后面狂追 春花跑出去没多远 由于急火攻心造产 生下的这个男孩 也就是铁锤的儿子小正态 由于刚生下来的小正态 不哭也不闹 春花认为这孩子肯定是死了 于是便开始跟铁锤拜扯 并且威胁铁锤 要把这事给捅出去 让全村的人都知道 铁锤是个负心汉大外带 铁锤一听可气得不清啊 脑子一热就把春花给掐死 然后和拴住炮灰哥 一起把春花就递给掩埋了 哥仨刚忙活完 孩子那边也醒了 冷静下来的铁锤非常的后悔 为了赎嘴 他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小正态给拉扯拉了 张半仙说春花这种情况 必须按照特别的方式安葬 不然的话 他阴魂不散 迟早会心脏老丈 找你那块算 铁锤一把就抱住了张半仙的腿 说大事救命啊 张半仙顿时感到热血沸腾 两腿出来 差点弹到地上 张半仙把一根丧门钉交给了铁锤 说把这玩意儿 刺进春花的后背 他就消停了 当铁锤回到家 发现村长王子贝带着人 已经把他家给包围了 村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正准备收拾他老婆吃瓜姐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张半仙突然跳了出来 张半仙说 这事跟吃瓜姐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一切全是铁锤造孽 铁锤一看这情况 只好承认着自己的罪行 并且拍着胸脯保证 现在就去跟春花而命 村长王子贝审时夺势 认为铁锤一个人去 基本上就是招死 这种事必须依靠群众 人多力量大 牛鬼蛇神全大傻 紧接着画风突然一变 春花的一套玉女心经 耍得是初神入化 齐里咔嚓 把这帮乌合猪中全给杀了 栓柱一看大事不好 墨头就跑了 春花一个灵波未补 就把栓柱给踹翻在地了 这栓柱不甘心的 还想跟春花过两招 被春花一个小媳妇娃送 就给走猛了 铁锤一看自己的弟弟也死了 哭得是鼻涕一把了一把 虽然铁锤对春花那么绝情 但春花依旧深爱着铁锤 当春花正在跟铁锤诉中肠的时候 铁锤趁机把那枚丧门钉 刺紧着春花的身体 可由于没有按照张半仙说的 测到要害不畏 对春花根本没起作用 哀莫大于心思 此时春花的心彻底凉透 上去就把铁锤给炸了 忙活完之后 春花来到铁锤家 见到了吃瓜姐和自己的儿子小正太 本来春花准备把吃瓜姐也干掉 但是被小正太拦住了 母子相见场面十分感人 影片的最后 生无可恋的春花 把丧门钉递给了吃瓜姐 让吃瓜姐把自己给送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试试押警 做人专一很重要 莫拿感情开玩笑 招猫斗狗瞎回来 搞不好就叫翻票